太陽系 這個宇宙的第四章開始 有些部分可能比較難理解 給你們一點時間來 發問 雖然你們看不太清楚 不過 離開太陽系不是問題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在太陽系的內部探討生命問題 可是從離開太陽系到4.2光年之外 有另外的星星出現 不是出現 反而就在那裡 才有星星的存在 這是很局部的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這裡來對比的話 把這個這樣子拉回來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來看 如果說像地球所在的很區域的環境是一小滴水的話 那這個還真的是一個大漩渦 好嗎 所以就像說我們在一個 我在一個 就我只看我的眼前 我看到一個大漩渦 然後把眼光漸漸拉遠 對不對 我在湖也好 海邊也好 那我看到很多的到處的漩渦 好 然後再不斷的拉遠 拉遠拉遠 看到說有更大範圍的漩渦 好 就像這個我們講說 這邊講的這個 那個 那個 這些walls are void filaments 就想像說是 在洋海裡的 進一步的 漩渦以上的更大的結構 可是這個圖 你就可以約略了解了 這樣看看不明白 假定我們在一個飛機高空 應該看過這個景象吧 從高空往下看過海的 請舉手 這個 就說你搭飛機啦 當然是 在台灣附近不算 當台灣附近你離開海岸 只要不要看什麼中央山脈 你就往下看 就看到底下當然 那很好的天氣啦 晴天 一片汪洋 不過也會看到一點一點的白白的 其實就是浪 說穿了跟這個有點像 所以如果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的話 我們像在一個小水滴裡 我們有我們的局部的環境 我們處在一個局部的漩渦裡 這些漩渦再往上 往上有更大層的結構 可是很特別的 我們不是說這個跟 這個跟洋海很類似嗎 我忘了 宇宙的大尺度結構像大洋的表面 對不對 那這個剛才的這個 比喻比較就有點類似 就是 我們這樣不但把尺度拉大 拉到我們現在能看到的 宇宙的最大尺度 我們旁邊沒有一個中央山脈 沒有一個台灣島 就是汪洋一片 然後放眼望去 看不到哪裡是一個定點 好我想這個前半段是要說明這一點 那 這邊這一段也許 對不起啊 相對是 可能不容易理解了 在這個圖上 幾乎還是看得到了 那我想在這邊那個 所以我們就是要來了解 這一個圖像是 我這邊不是寫了嗎 假想圖 我沒有怎麼知道的 那我想這邊這一頁講的 相對比較複雜 那 特別是你離那個理工 越來越遠的話 就 可能一時越來越難吸收 那什麼 兩度的視野 的勘察等等啊 宏洋一 有一點 可能有點累吧 那可是你 我們把那個 還是想把眼光 範圍放大點來看的話 反正我就是 勘察這一塊 那所謂二 二度的視野呢 是我這一個照相機啦 其實就是一個照相機 對我出去拍照片 那我要把這個 這一個區域範圍之內 把它拍起來 貼成馬賽克啦 就是我到過這裡 全景是這樣 可是我的照相機 就只有 我最大就是兩度 那兩度已經很困難了 因為你要做的 你的任務是這個 紅衛儀勘察 所以兩度也只 就像一張張的照片 那我要做這一個 這一塊 這邊大概多少 那個 呃 快要三十度的張角吧 那 這個北南的話 有一點點 所以你就想說 我是其實就是要勘察這一塊 那勘察也罷 那為什麼 勘察出來像是這樣子呢 這就是剛剛講的15度的 不只三十度 大很多啦 不管它多少度啦 那個 好像七十幾度啦 這樣的張角 我要去做survey 那 可是我紅衛儀的話 我們 我們 有另外一張講到說 紅衛儀跟距離有關 那這叫哈勃定律 那 所以我 我事實上 我的照相機 我貼的那個馬賽克 我就是要 貼出來我看出 欸背景裡面很深的地方 表現怎麼樣 那這個 紅衛儀的概念 我想你可能會模模糊糊 它究竟怎麼測的 我們也沒有真正在這裡 清楚去講 那只在這個survey裡面 就藉著紅衛儀的測量 這邊每一點 每一點 其實要確認它是個星系 星星不算 啊 事實上星星你 你就會發現它 沒有辦法在這個圖上 好好畫下去 因為這邊量的是紅衛儀 可是我把紅衛儀 標成了這邊的距離 那星星不會是這樣子的 那上禮拜那個 你們兩位雙兄 雙生弟 兄弟問的一個問題 其實可以回答了 不過這個回答是我自己的推論 你看合不合理 你有興趣你真正去追究 上禮拜這兩位 這個你是哥哥弟弟 我們無法去 好像你 你是哥哥還是弟弟 技術上講 蛤 哥哥 OK 這個哥哥問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這樣往那邊彈過去 我的推測吧 我想應該是對的 你回過頭來看 這照樣機是口徑有限 它是固定的 那它曝光時間也一定有限 所以我那個遠方的 它假徑同樣大小的那個銀河 它就變小了對不對 不僅是如此 因為是紅衛儀它其實就變紅了 那你的底片一定也是固定的 其實這底片都是CCD 所以越遠的地方 基本上越來越暗 而且實際上越難確定找到信息 同意嗎 所以你問的問題有點像是一個 純粹是技術性的問題 我一旦固定下來以後 遠方一定暗淡下來 那我必須是專門針對 就類似景深的問題 我必須我的測量是針對這裡的 甚至要把前面的濾掉 我才看到後面的東西 有點理解了嗎 還蠻合理的 對 前面好像不然是誰 它就是固定的部分 等等 而且你的照樣機 你的望遠鏡口徑已經固定了 你要看更遠就是要更大口徑 對不對 連照相你都知道 更何況天文望遠鏡 所以我只在回過頭來解釋說 是些這樣子的一個勘察 才比較確認出 其實我們還沒有勘察完 那書上寫的 那我沒有在這裡擺進來 有一個survey 跟這個是類似的 叫做SDSS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 還是什麼的 那那個已經做了差不多十年了 做類似的事情 可是還有另外的更廣泛的任務目的 我們沒有在這裡去談 那這邊只是舉例去講說 人們怎麼去了解 對不對 我們沒有辦法一次坐飛機 我們眼睛就看那個陽面了 那是好像我的視野很窄 那看的時間 就有這麼辛苦的拍照 那個跟你的 跟我們剛剛講搭飛機的類比 有差異的 那這就是我們觀測能力的問題 好那 事實上像 像這個圖的話 一北一南 我這邊下面雖然寫是認取 你會說這個不夠認取 那你也會覺得說 看起來好像有一些差異 那我想沒有辦法在這裡解釋 清楚解釋什麼叫做統計的差別了 那反正我想你報紙上也會讀得到的對不對 你說最近民意調查也有一些爭議對不對 所以民意調查的統計誤差等等 就是類似這種字眼啊 那反正就是統計調查的角度來講 這兩張 特別是把導引你這個吸睛的這顆星星拿掉的話 沒有實質的差別 那我想我不再繼續解釋統計 反正就是我現在認取兩個南北的方向 然後仔細去統計調查了 結論說南北方向 那這個是哈勃望遠鏡 更大 在太空裡很穩定 周圍環境很黑 所以他看的 這個就是針對看 真的是望遠的 我們這邊寫的 為什麼叫做deep field呢 深井 它的目的就是看遠 所以看這種圖的話 我想書上有一句話 那你去思想的話也是面對了 就是說 像這邊寫的 我這邊沒有寫了 那個像這一張好了 這一張 也沒寫在這裡 這一個 這一塊黑黑的區域 比 月亮的盤面的百分之一小 還小很多 那你想想看 月上 特別伸到頭頂的時候 你想想看月亮的盤面 然後你的手指一擋就把它擋掉了 它不到半度 那這個 等於是小到千分之一度的大小 所以等於是拿一根針頭 放在這個位置 那這麼小的範圍 那就是我拿那個 在太空的高級望遠鏡 去看這麼小的範圍 所以這是深井偶道 那可是相同的 一般的普通的望遠鏡去看的話 書上有一句話就是空無一物 為什麼呢 這不是眼睛看得到的 也不是一般小口徑 或你不夠長時間曝光的望遠鏡 會看到東西的 那為什麼在這個裡面 設法把一些星星拿掉的 因為那星星是比較容易看到的 可是多半的這個有點盤面的物體 它的曝光時間相對要更久 不是點光源的話 所以你一般去看 即使是拿那個 哈伯望遠鏡 你如果短期間曝光就是 幾乎是黑的 那就是很 它曝光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 就發現它非常穩定 然後照出來 到處都是我們這邊寫的 一萬個星系 到處都是星系 所以那介紹就是要你 有一點點感覺說 這樣子的勘察是怎麼樣 我想這個 這邊這個話 跟課本裡面對照 你慢慢去體會了 我想我嘴巴講很多 不見得就是所謂的 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怎麼樣 這個宇宙大爆炸產生 究竟有沒有原點 這類的問題 我想比手畫腳 解釋也不大清楚 這邊有兩個 我們下面這個 黃色框框是書上寫的 我嘴巴上 我沒有寫下 我嘴巴上講了一個 氣球表面 用二維來類比的 那你可以想一想 那我先只是複習一下 那個上禮拜所講的 我知道有些部分是 比較難理解 那這些大型的望遠鏡 包括那個上太空的 長得有點奇特的望遠鏡 包括我們這邊把整個視野擴大 對不對 光學望遠鏡 我解釋了一下說 其實這個是跟演化有關的 為什麼眼睛是看見可見光 事實上是演化的結果 那為什麼是演化的結果呢 因為整個我們的能源 然後化學反應的這種巧合的配合 這就是我們活的世界 我們的能量反應的世界也在這裡 大氣基本上是對可見光是透明的 那不過你看 一個雲就可以把它擋掉 對不對 雲裡面為什麼可以擋掉呢 裡面有小水珠 那就把它吸收了 散射吸收掉 那可這只是 可見光只是 那個150年前的大發現 就是光是電子波 這個你從小就聽了 可是這個想穿了是很奇特的 這邊我們這個 你看到我看到這個的光 事實上是一個電跟磁的波動的震盪 那這個震盪可以傳遞出去 所以一旦了解那個以後 這些東西都是光 只是呢這個長波長很長的叫做電波 波長很短的叫做X-ray Gamma Ray 可是都是電磁波的震盪 一旦有這樣廣泛的視野以後 那都是光嘛對不對 所以望遠鏡的概念就整個擴展了 你看到一個大大的那個 類似像雷達天線的 那個其實是一個長波長的望遠鏡 你就把它想成那個 它如果有100公尺的盤面 就跟平常我們講 10米的望遠鏡 沒有什麼天大的差別 那只是呢它是 它的那個反射鏡 是要來反射跟處理 那個長波長的電磁波 那可是到非常短波長的話 那我們很早就已經提過X光的太空望遠鏡了 所以我想在這裡有個概念的解釋跟突破 那我也是盼望說你吸收理解了 以這樣子通識課的課程來講 那個電機器絕對不是問題是吧 可是你如果外文啊歷史啊 好古啊什麼的 那這個雖然你報紙上看得到的 可是希望藉著這個你可以有一定的理解 好在我們這個 最後這裡啊 我想可能也有一個理解的困難 要完全解釋清楚 還是要講這不是在這個通識課可以完全解釋清楚 那因為這是書上的圖啦 所以 我們要解釋 先解釋兩個worldline worldline這個世界線 你看這邊講lworldline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我們所在的位置 就是相對於我們自己是不動的對不對 那我們實際上在宇宙中也沒有太大的運動 當然相對於我們自己而言 所以這個方向就是時間對不對 所以人類對不對 包括你父母到你對不對 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生老病死 反正就是這樣演進對不對 那我們就在我們自己的位置 時間就演進 那為什麼有一個寬度呢 因為大概就是我們周圍的範圍 你狹義的講的話 就是我們的地球或太陽系 那我們人類所能真正到達探測的範圍 算是我們的worldline 你可以講說全人類的歷史 廣泛的講 狹隘的講你自己 你這一身就是這條線 概念上 那這邊那個虛線說這個是worldline of galaxy 就像說某一個galaxy 我們就講說這邊有T2 T1跟Tnow Tnow是我們目前觀測的是大概137億年 所以這個假定是100億年前好了 那我們說這一條線 導致這個銀河是100億年前 我們講這裡好了 在這個位置 T2 假定這個是50億年前 那50億年前跟100億年前呢 他51年前就比較靠近了 100億年前 no no sorry 因為宇宙在膨脹 所以50億年前他就離我們更遠了 可是他100億年前是離我們近一點的 所以因為膨脹的緣故 而且實際上是這個 就是說越遠的越快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 這個線本身是彎曲的 好了我想 你如果那個數學 畫那個什麼TX做標圖 那種感覺不夠的話 我想你還是很難理解 不過是因為這個線本身是有弧度的 就是 越 在每一個時間點 離我們越遠的 他離我們的 飛離的速度就越快 那個就是哈勃定律 就是 紅衛宜與距離成正比 這麼簡單一個口訣 就反映在這個曲度上 那因著宇宙這個哈勃定律的膨脹呢 所以在大尺度的宇宙 我們看到這個所謂光追 光追是 光追中文真的是聽不懂 那英文也看不懂 Light cone 不是那麼難理解 光速很頂對不對 光速很快可是很頂 那如果這個空間宇宙不膨脹的話 那時空的畫法 這個就真的是一個錐 平常你講的那個所謂圓錐曲線的那個錐啊 要畫圓錐曲線 大家希望那個至少學過了 就會是真正的錐就是 平常像這個樣子的一個錐面 那這是什麼呢 如果這個是時間 那這個是光在離開你 那速度是很頂的 所以這個角度是固定的 可是因為空間本身在擴展 所以這個所謂的光追面 本身是彎曲的 好我想你有興趣的人 你在自己去追究 否則的話 你就是聽一點感覺 說在這裡的話 這個圖多少表現了 宇宙在膨脹這件事 可是光追這一點 我們要解釋的是什麼呢 光速是速度的極限 那所以所謂的光追是什麼呢 我們眼睛所能看的 前面的那個圖 都是 可能要出來了 其實在這裡就有了 我還是用這一張好了 這是我們眼睛 你說這個眼睛我們剛剛已經解釋了 是非常難看到 你眼睛是看不到的 你的眼睛沒有能力看到 你的眼睛口徑太小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把我們的瞳孔 我們的廣義的瞳孔放到很大 哈勃望眼鏡的整個鏡面 就是你的瞳孔的擴大 可是不僅是這樣 你的眼睛去看的話 你的眼睛去看的話 每十六秒它記錄一次 不 每 每十六分之一秒它記錄一次 你知道的對不對 我們眼睛像是 你如果去真正看那個 一些 好不結束 反正是眼睛的擴展 我們看到這些光 光以光速前進 可是光 我們也只解釋說這個區面的 這個區的緣故是因為宇宙 是因為這個 所謂的 其他的星系的軌距是像這樣子的 它不是 光速既然是最大的速度 所以 假定宇宙是固定不變的 那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 小於光速的 它沒有辦法跑的比 這個如果是距離的話 它跑的距離都會少過 光能跑的距離 可是因為這個距離越遠 大家都在跑得更快 所以出現這樣子一個區面的現象 可是這個是光所在走的位置 所以我們坐在這裡看 那個哈佛網已經在看 他要看光 看到的就是 在這所有可能的時空裡面 這一個區塊 那我想說這個可能還是再解釋一次 我們在想說這個圖像 其實這兩個都是我自己隨意寫的 不是沒有去認真考究 我說以這個來講 它白白的是一個星系 然後相對又比較大 所以我隨手寫說 這個可能是在宇宙 一百三十一年的時候 發出的光 那宇宙如果已經一百三十一年了 所以發光的這個點 這個時間呢 大概是七八億年前 我們看到的這個光 是七八億年前發出的 所以七八億年前 時間往回推 這個是七八億年前 然後他沿著 光就沿著光追跑 那沿著光追跑 跑向我們 被我們 藉著哈佛網眼鏡看見 那前面不是講說 這個這整個視野 像是比一個針頭還小 放到你這個手指的距離 那個視野的範圍嗎 所以就是個點 對我們人類來講 它就是一個點 所以我說在這個 這個位置 我說因為它很小 紅紅的 這個真正的話 是要去精確研判 我說它大概是在宇宙八億年 的時候發出的光 所以就在這個之前很久了 這個時間點 你如果切到這裡來的話 是宇宙八億歲的時候 所以離我們什麼呢 這個差不多是一百三十億年前的光 它發出來以後 如果我們再看這個動畫的話 一百八十億 一百三十億年前發出來了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八億年前 然後再跟它 這幾乎是一點嘛 對不對 一個點 同一個角度進來的 那在這個照片上 它好像分開來 所以它就是在這個光追裡 而且是我這邊所畫的 它是非常接近的角度 被我們這個照相機所拍攝下來 這給你一點點感覺 像這個所謂世界線光追 我們看到的這個先後的 先後 同一個時間到達 可是是先後出發的那個光 然後背後有這個 紅衛儀的事實吧 概念 然後分析等等 好吧 我想這個是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我把一些我覺得可能 稍微困難一點的部分點到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因為這個 我們在這個課裡面一次就從地球 就跳到全宇宙大小了 那如果以這個光追的 以這張圖的圖解的話 還回到宇宙的接近原點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到宇宙接近原點的事情 那所以我是給各位機會說 我們現在是比較講 宇宙的空間 接觸到一點時間了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不理解的部分可以再問一下 五秒鐘 五秒鐘 好啦五秒鐘過了 好吧那我們就進到下一課 這個第五章 前面這個有些部分還很蠻跟人有關的啊 至少人的想法 我現在有點想把這個 這邊寫銀河之外 這邊其實寫星系之前更傳神啊 因為銀河你老是在想說我們的銀河 那我們的銀河也蠻老了 就是說宇宙產生之後 可能是三四十一年的事情 所出現的 可是我們要講的事實上是 就是整個所有可能的像銀河的這種物件 甚至於星星出現之前 就真的回到起點 我們前面那個圖 講到說有那個 宇宙八億年的時候的 星系的光 傳了一百三十一年 進到這個 哈伯王眼鏡的這個 超級深景裡面 所以我們 我們就要講大爆炸了 那所以是一個非常炽熱的騎手 那會引入一個非常隱人入勝 事實上 這個套一句最近也蠻流行的話 會讓你毛毛的 暗物質 然後呢我們會看到說這個暗物質 不是只是讓你毛毛的而已 事實上你是從它 不是從它直接而來 可是跟它的存在 又是有相當直接的關聯 那所以漸漸進入幾個比較 算是深吧 就是說 可是我想 並非不能交代的 那我們就來走一下 看今天能走多少 就不只是星系之前 星系是由星星組成 那我們怎麼知道星系之外 星星不能組成呢 所以是在第一顆星都還會形成前 這是一個命題 那個 宇宙放遠望去 星系是主要單元 好 可是星系如果像是 我們甚至再擴大的話 星系原來講說是一個局部的漩渦 對不對 漩渦裡面有水滴 那我把星系都當作水滴的話 那 星系裡面的原子像是星星 是吧 那 宇宙的基本構成 這些星星都還沒有形成之前 再往前推是怎樣 那我們就是要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再來看這個哈伯定律 也許現在這裡解釋一下 因為等一下就會回過頭來看 我們先把哈伯定律再重複一次 1929年 藉著這個望遠鏡 大概十來年的工作 而且繼續工作下去 就發現這個所謂的哈伯定律 有一個哈伯常數 是什麼呢 洪衛宜與距離成正比 好不好在這裡我想還是要再解釋一下 什麼樣叫做洪衛宜與距離成正比呢 你到差不多一百三十一年以上距離 你真的確定測量到它這麼遠的話 它已經到達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了 不是很嚇人嗎 你說這個很奇怪它怎麼被加速的呢 要把一個星系直接加速 不是人類可以想像的事情 可是在很遠的地方 哈伯定律告訴你 你記得的話 洪衛宜像那個救護車的那個音調 對不對 它是如果離你遠去音調會下降 所以波長會拉長 其實這個拉長就是你可以想說波長嘛對不對 它離你跑得很快的話 那光要跑來的時候 它的波長就被拉長 這也是一個想法 那就是它洪衛宜的大小 就是它波長被拉長的 拉得多相對的多長 這個洪衛宜 就跟它離我們遠去的速度有關 那我們用實驗 不是實驗 觀測發現說 越遠距離的 我發現它跑離我們的速度越快 所以這次你要有個圖像 比如離我們剛才講說八億光年的 它遠離我們的速度相對比較慢 可是離我們一百三十億光年的 它的速度肯定到達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了 所以你把時間倒轉的時候 比較靠近的慢慢的跟我們靠近 比較遠的快速的跟我們靠近 你看到什麼 越遠越快的結果 不僅是對講的宇宙膨脹 而且是所謂 就出現類似大爆炸的概念 是怎麼樣呢 好像你放眼望去所有的星系 你把時間倒轉的時候 因為越遠的它跑得越快 所以它為什麼離我們越遠呢 因為它跑得快 離我們近的呢 它相對的跑得慢 所以所有的東西 你都可以想到它就是回到 同一個點去 我希望你能夠體會這一點呢 就是哈勃定律 宏偉與距離成正比 越遠的越快 那宇宙不但是膨脹 它在膨脹 而且越遠的它跑得越快 所以出現一個 原來是推響的概念 是不是宇宙源自於點 那我想大爆炸已經變成 接近口語啦 就是在知識階層 那一般報章雜誌 也會隨口提到的 那所以 目前現在是 這是主流 主流學派 我們等下都會再提到啦 那時間點上是 互相依附的 也許 所以 我這邊回過頭來 稍微comment一下哈勃了 你看這張照片 他表情有點哀傷有沒有 他發現了哈勃定律 有什麼好哀傷的 這麼偉大的定律對不對 宇宙膨脹 那個 而且這個像是一個線性的定律 非常簡單 那關乎全宇宙 那宇宙回到一點 理由是這樣子吧 到30年代 他還在做這個的時候 他沒什麼問題 到40年代 他53年過世的嘛 他漸漸老了 他那時候就很希望得 諾貝爾獎 可是諾貝爾獎 是 在那個之前是 不會給宇宙學者的 那包括 也有電機系統也跑來問我說 你那個東西的測量 你究竟根據什麼 這是一個人類直覺的反應 關乎宇宙 什麼 130億光源 你不要 那搞什麼嘛對不對 就是 正統物理學家很難在 1940 1950年代 接受說 這個是確證的物理 所以呢 他 我只是這樣半開玩笑 他可能天生就是個臉 只是說 反正他就是 梅德諾貝爾獎 雖然這麼偉大的一個發現 然後是他 藉著這樣子的工具 無庸置疑了 我們在一開課的時候 就提過 對不對 大爆炸的那個 的始作俑者 這邊寫 寫下的日期是1927年 所以是在類似 哈伯定律這種 還不明確的時候 就已經提出來的 George Lemaître 其實Lemaître 你去看這個名字的話 Meta就有點像Servant 所以 好吧 這個等一下再comment 他是比利時神父 那是物理學的教授 哈 那所以 前面我已經用口語 用肢體動作約略解釋了 越遠越快 這個速 把宏偉影響的速度 遠離的速度 與他與我們的距離城鎮比這一點 就好像遠方的東西 也是從同一個時間 從一個點出來的 那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叫做Singularity 那中文翻成奇異點 不管那個叫不叫好的翻譯 這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說 時間有一個起點 那像空間也等下有個起點 因為他是同一點 那時空從同一點出來 之前不能談時間 那事實上物理定律 在奇異點這種概念 是無法探討的 因為物理學就是在 時空 我們的物理學的學生 物理系的學生看物 就叫時空 對不對 那時空回到一點 甚至於之前 什麼叫之前啊 已經時間都已經到那一點了 了解嗎 所以 這個奇異點 你在看什麼比利時的神父啊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來介紹 我說跟人有關的 就是這個造成了很多的 這個人類想法的衝突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在不同的 會有影響 太快了 what happened 所以他 這個 Lemette的 用的字眼是 primeval atom 那我是翻成太古原子了 那這個也很對嘛 對不對 太古 在 時間的起頭 有一個 原始的 那個 原子原來的概念就是 原始的 對不對 所以 把一切都 都拆解掉以後的 最 最終的那一個 那George Gamow 我們在前面講那個 太陽 核心很熱的時候 提過他 那也是一個很有名的人物 那這個家族 雖然是一個俄國人 後來移民美國 結果呢 他在這個古英文裡面 找到一個很像原初物質的 這一種 概念的字 有沒有要念念看 這個怎麼念 外文系的 有沒有人研究 中古英文 恐怕這個不是外文系 應該是 這個大概念 喔對啦 其實中古英文 他們究竟怎麼念 這個當然是個好問題 Ilem 所以他用的字眼是這樣 那你說如果這個叫槓上的話 那我們這個 Big Bang哪裡來的呢 是Fed Oil 所用的 那為什麼這邊加了這個字眼呢 他說了一堆彰化之後說 難道宇宙是Big Bang嗎 你懂我意思嗎 Big Bang的字 是這樣來的 我這邊寫著說 他喜歡的是穩定態理論 什麼叫穩定態理論呢 無始無終 這個比較符合物理學的傳統精神 給那個 對物理有點了解的 物理學家喜歡講守恆率 那守恆率 那守恆率 譬如說能量守恆 能量守恆 能量守恆 聽不懂沒關係 號稱叫做時間的平移不變性 如果我的時間有一個奇異點 我的時間平移不見性 又不是瓦解了嗎 這很有道理啊 因為呢 在奇異點這一點 這個大爆炸的概念背後是 在某一點 曾經發生過一個極大能量的產生 那當然就能量就不守恆了嘛 是不是 所以 因為物理學家早就已經被condition 制約認為說能量應該守恆等等等等 這類的事話 所以這個我喜歡穩定態理論 老愛也是喔 你不要搞錯了 他不是瘋子啊 這個是在5060年代的正統 那因為這個是物理學家會欣賞的正統 那另外你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是比利時神父 不是比利時的問題 是神父的問題 你懂我意思嗎 你說 宇宙出自一個奇點 這個好像是什麼 羅馬天主教進來 要來顛覆物理學的 聽到沒有 很像嘛 對不對 所以正統物理學家實在是心裡有點很那個 所以我這邊講說 說一堆髒話之後說 難道宇宙是一個big bang產生的 這個是當時的真正的貨真價實的反應 那奇怪的就是藉著天文的觀測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好像宇宙就是一個大爆炸產生的 那到現在已經被幾乎所有人都接受了 我不知道羅馬天主教的教廷是怎麼樣 不過這個還好 他們說 不不不 Sorry 羅馬天主教當然更願意接受這一點 對不對 只是這個事情好久以前 遠超過聖經所講的 只是說宇宙原初有一點這個概念 是原來的物理學家所不願意接受的 不過物理學家是實證的 所以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目前是絕對的主流派 我們如果講那個演化論是那個生物學的基礎的話 一個主幹的話 那大爆炸也是是宇宙學的working principle 他不是principle 因為他是從observation來的 那事實上 類似大爆炸的原始理論 是這一位叫做Alexander Friedman的一個俄國優太人 在1922年提出的 不過他1925年就過世了 否則的話 不知道在這個爭議裡面會造成什麼影響 還有一點很有趣就是這四位大師啊 都是大師級的 沒有一位拿諾貝爾講 那我想出現什麼彰化啊 什麼singularity啊 什麼宇宙學這個是不是可觸摸的 什麼神父物理學家也跑進來了 我想這個繳獲得蠻厲害的 好吧 反正這是很有趣的一頁的歷史 可是重點對我們來講 他是觀測的事實 我這邊猜一個這個 Lamette在1950年寫了一本書 就叫Primeval Atom 太古原子 那我好像是用英文直接寫的 不過也有可能是寫法文 然後翻文翻成英文 所以上面這個話 應該是接近他自己的原始手稿 那寫的有點點失意啦 不過我想我就不念英文 念一下中文 這邊寫的是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那World你說好像是世界像是地球對不對 But世界這個World的概念當然 原本是比這個大的 所以世界在這裡是模糊化的 世界的演化 好比一個剛結束的煙火表演 是吧 大爆炸嘛 原來是超亮的 碰 那煙火發射結束以後 你會看到從高空中飄落 還有一絲絲的紅點 對不對 漸漸淡下去 那夾鏡周圍還有一些其他的光的話 你會看到灰和煙 那我們站在一個涼透了的灰燼上 或者ZAMINE 地球也 地球已經跟那個大爆炸 那個原本的煙火比 它早就燃燒近了 它是一個灰燼 用英文看比較容易清楚了 CINDER CINDER的只看CINDER 你當然會覺得說是 跟中文的灰燼差不多了 可是 像那個我們平常講的那個火山錐 大致就會是一個 小型的火山錐 就是一個CINDER COUN 火山噴發出來的 灰啊煙的 堆積起來的 所以CINDER是這樣的字 所以真的是跟地有關 So standing on the well chilled cinder 在一個 站在一個涼透了的灰燼上 我們在這裡 人類想要去回看這件事情 我們望著漸漸吞去的重太陽 為什麼漸漸吞去呢 因為燃料會燒近 另外一點呢 越遠的遠離越快 所以重太陽都在離你遠去 大致可以這麼講 那我們很努力的回想 以消逝的諸世界那起源的燦爛 那這個中文寫的 就無法再 那麼失憶 我不知道他的英文算不算夠失憶了 我看看下面是要說什麼 好吧這個 等一下再說 你就要問眼睛堅硬點 腦筋快點 就說 老師你為什麼把這個 anches and smoke cinder 灰和煙灰 灰燼 畫底線呢 有沒有要猜 我想這個腦筋急轉彎 大概是猜不到的 就是最近浮生爆發自己 對 可是 跟這個課有什麼關係 哈哈 哈哈 好啦 長話短說就是 反正其中考的時候我沒來嘛 對不對 那 我是禮拜六要飛歐洲啦 所以就真的被這些什麼 anches and smoke 就遇上了 當情就不談了 懂嗎 呵呵呵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還真有趣 這個 還有一點 我去歐洲的話 前半段會在日內瓦 SERN 我們等一下就會提到SERN 可是我後半段 要去的一個地方叫做那個 UCL 這個 法語怎麼念 Université Catholique 的Louvain 或Louvain 那 其實就是Louvain 所在的地方 他當腳就翹了 哈 所以在那個之前幾個禮拜 我在張羅的時候 當 當也是藉著教這個課 然後要去Louvain 才搞清楚說 原來Louvain就是 他就是在Louvain這個地方的 原來是Louvain 原來 其實那個 法語的Louvain 大學是新造的啦 在他的時代 他 那個1930 40 50年代在的時候 應該還是在原來的那個 主要是 說那個Flemish 那就是類似荷蘭化的 那後來他們分裂啦 所以又再建一個法語區啦 那所以那個 在那個這個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那裡 就有很長很長的一條路 就叫做George Lemaitre 就我說 哎呀 真要好好去沾仰一番 結果都不能去 是吧 這跟這段話還 還蠻接的 不過蠻驢的啦 這時間點實在是太奇特了 所以如果說這個 Louvain的這邊寫的蠻詩意的話 戴著詩意的話 好像說我們試著回想 你看他用字什麼 涼透了的灰燼上 漸漸吞去的重太陽 試著回想那 已消逝對不對 好像說是 對不對 時光一去不回頭 對不對 抓不住的 那妙的就是 在 他寫這個書之後15年 那個已消逝的燦爛 不只是證據 事實上那個餘光本身 我們就直接看到了 那 事實上很像聽到吧 你看這是不是像是一個大耳朵 一個大耳朵就在聽天 就這邊寫的說 那個 聽到 亘古的聲音 是不是 宇宙亘古的雜音 那為什麼寫雜音呢 因為 他就是一個雜音 當初聽到的就是一個雜音 那 這個文章的題目 我想我也不予在這裡詳細解釋 他的雜音就是對等於這個 excess temperature 熱的聲音基本上是混雜的 那 一般我們電波的訊號 有個音樂啊 講個話啊等等 那個不是混雜的 那不是temperature 所以有一個什麼叫 excess temperature 就是一個額外的雜音不能解釋的 那結果聽到的是什麼呢 是從全宇宙 從亘古 一百三十億年前到現在聽到的 所以呢這兩位先生 這個是一個有名的案例 就當事人其實比較就像是電波天文的工程師 建了這個東西 那不管有什麼XYZ的目的 結果為此得了蠻高級的諾格爾物理獎 那就是說你不需要懂你在做什麼事情 那你只要做到了 那這是個有名的案例 那1990年代有一個那個 你看這邊所畫的啊 這是一個顯然是一個衛星 這邊是太陽能板 那這個就是一個耳朵 跟這個是類似的 只是送到太空去 在太空裡避開地上各種的雜音 聽宇宙的這一個雜音 我們要來慢慢解釋 OK 接下來幾頁 一兩頁投影片也會略為難解了 不過我們先慢慢一步步來 所以耳朵這一點我想還容易理解了 這個叫做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我們還沒有足夠去解釋 其實Background我們以前已經提過 不過你沒有辦法去一時理解了 我們來慢慢解釋 這個中文解釋 宇宙微波背景 平譜 這只是把這四個字翻譯一下 那這邊畫一個圖 那這個圖不那麼難理解 平譜嘛 這就是一個平譜 怎麼樣呢 橫軸是頻率 那下面寫了一個單位 我們就不解釋這些單位了 不是我們的重點 反正就是在五到 譬如說五到六之間呢 這個平譜是什麼 就是強度 你平常其實就是用你的耳朵在聽一個頻譜 你在調一個電台 對不對 之前沒有 可能碰到一些雜音 然後 你鎖定了那個電台聲音很清晰 就有一點點像說我調到這個最高點 那 調離它了它下去 其實不完全是吧 因為這個黑體輻射的頻譜 我們這邊還沒有地方寫黑體輻射 等一下馬上來講 這邊寫了黑體輻射 那這一個曲線 是像這樣子就是 這邊叫所謂的黑體輻射 我還沒有解釋黑體輻射 它的頻譜是什麼呢 在低頻的時候 沒有很大的強度 強度漸漸增強 到某一個峰值 就是在這個圖上的話 五到六之間是它的強度最強之處 超過了它的峰值以後 它就又變小下去 直到幾乎沒有 好吧 所以我想頻譜就是這樣的解釋 那我想是不難理解的 那我現在要花一夜的時間 下課之前把黑體輻射很快的解釋一下 黑體輻射 黑的東西還會發光嗎 那好像跟你的從小長到大 語文的直覺有衝突 那我們先定義黑體 黑體的定義是什麼 是一個理想化的物體 只要光照到它上面 它就把它吸收掉 whatever that means 可是跟你的直覺相反的 它會吸光沒有錯對不對 可是我把這樣子一個理想物體 我把它加熱起來的話 到某一個特定溫度T 它會有一個特定的頻譜 就是說它是完全吸收沒有錯 可是它只要有溫度的話 它會輻射 那這邊打一張照片熔眼 這邊有點用語言學的詭辯 可是也接近真實啦 你看火山鹽 特別是剛噴發出來的火山鹽 多半都是黑的 凝固以後 不是多半 就是流出來的熔漿 多半都是黑的 你如果去夏威夷什麼地方看過的話你就知道 火山噴發出來的東西不一定都是黑的 所以你看它的表面周圍 這個還是熔漿 只是它表面比較冷卻了 那都是黑黑的 所以有點接近我們所講的黑體 可是這個是什麼像是流動的 比較跑的比較快的部分 所以這是溫度絕對高的 這沒有問題對不對 這邊是以流體來講 它會流動 所以跑的比較快 上面這個已經接近固體了 那所以真正的熔漿 你不管 親眼看過的人 在這裡大概不多啦 那可是看過照片 看過discovery等等 應該也不少 那你知道它是熔熔的 是石頭熔熔的 那是紅色偏橘色 所以這邊驗證了 像經驗性的驗證說 一個黑體 這邊它凝固的是黑體 它會吸收光的 可是你把它加熱的話 它會輻射光的 好吧看來沒有辦法 完全把這樣子講 我把這個部分講完 因為這個下面 因為是最讓大家崩潰的 這叫做黑體輻射的普朗克定律 是饒了我吧 我們只是要解釋一些名詞 事實上 這一個方程式可以完全的來定位 這樣子的一個平譜的曲線 這個曲線就是這個方程式 我們來解釋名詞 它這個方程式裡面出現一些符號 這個H呢 就是普朗克發現的 所以叫做普朗克常數 那普朗克被當作是量子力學的起始點 其實它就是藉著發現這一個平譜 它解釋這個平譜 它湊出了這一個方程式 當中有一個常數叫做H OK 那我們就不用再多解釋 反正顯然是很偉大 對不對 那可是有什麼樣子呢 就是H乘上頻率 我們頻率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相對而言 H乘上頻率就是輻射出的光子 它那時候還沒有清楚的光子的概念 輻射出的光子的 一顆的那個光子頻率是Nu 乘上H以後就是那一顆光子 所攜帶的能量 那所以從那個日光燈 一顆光子出來 它頻率是Nu的話 到達你眼睛 打到你的那個視網膜的 那個光子一顆顆進來 它的能量就是HNu 所以HNu不只在分子出現 也在分母裡的這個指數的 這個這個這個上面出現 那可是HNu又除以一個東西 叫做Kt 那K呢是更老的一個概念 19世紀就有的 叫做波茲曼常數 我不記得我沒有提了 波茲曼是自殺的 因為他 我帶這個課裡來提 反正他是熱力學統計力學的大師 可是無法說服他同代的那些 德國大師 所以他後來自殺的 所以K看到K看到波茲曼常數 就知道跟熱力學有關 果不其然溫度T進來 那個上回引起小小的波 波蘭說那個工學院的同學說 他們老是堅持說 Kelvin就是Kelvin不是度K 我回去查考一下好像是如此 不過好 我不覺得這個怎麼挑不得就是 我可以解釋那個概念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就稍微遵照一下 你看這邊寫到2.725K 我沒有寫2.725度K 對吧 好啦 所以在這裡這個方程式 你就看到說 Energy 光子的Energy是H nu 可除以Kt 所以Kt也是一個Energy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這個峰值 這個曲線 你只要給定temperature 就是這個一個特定的曲線 所以在2.725K的曲線 就是根據這個方程式 而得的 那這個峰值的H nu的這個Energy 跟這個temperature Kt之間有這個2.82的關係 好我們就在這裡暫停一下 所以如果你看這個 這個方程式的話 那你如果 當你對這個概念 不可能很清楚 只是說 在這個 這個分母的指數上面的這個數字 必須是一個純數字 所以這邊結合了兩個不同的概念 一個是這個光子的能量H nu 另外一個有點像是一個熱能的單位 那就是K乘T 好吧那 我看接下來是不是這樣 先讓你看到這一點 就是這個公式不會卡 你不用太害怕 那我們回過頭來 也許再來看 這個東西拉出來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給的是一個 是一個 黑體輻射的溫度的峰值的頻譜 所以這個峰值這個 這個強度最強的頻率 跟溫度有關 那個就是那個光子的 發出來的光的能量 它的強度最強的地方 不是能量最強 是哪一個頻率的那個強度最強 是在2.82KT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 我發出來的光那個強度最強 那就是它會dominate 會主宰我看到的顏色 那最主要的顏色 反正頻率就是 講的顏色 或顏色的推廣 所以呢 溫度越高 頻率就越高 所以溫度越高 就是越熱嘛對不對 頻率就越高 波長就越短 那這是我們 一方面解釋了 這一個黑體輻射這個 我們其實沒有真正去畫這個圖啦 只是告訴你說 這一個曲線 就是黑體輻射 下面右下角還有一個 比較小的字 這個Kobe 這個探測器 所量出來的 這個這個曲線不是畫的 是量出來的 當然就是畫的 可是就是說是實際量到的 不是一個理論曲線 那 這一個觀測量到的溫度呢 它的不只是溫度啦 就是說量到的這個曲線的誤差 比這邊畫的曲線還小 所以它可以去 這整個曲線 只有一個參數 就是temperature 就是說 一個黑體 只有一個參數 就是它的temperature 對我們現在的討論來講 那所以它的temperature 對這個curve 對像這樣子的頻率 這邊寫的單位 我沒有去解釋啊 可是像這樣子的頻率範圍 所以 一個符合黑體輻射的曲線 那你 既然量的很準了 所以量到四位有效數字的溫度 你去試試看 量溫度到四位有效數字 它的主要的 什麼叫做強度的峰值呢 它最大量的光子是在 這個 一兩百度K的時候 是在紅色 橘色的這個 頻率範圍 所以我們看到的果真是如此 那我們也 我們沒有在課堂上說過 你 呃 甚至是報紙上 偶爾也許會讀到 或者Discovery 有偶爾會聽到 太陽的輻射頻譜 接近一個黑體輻射頻譜 那太陽是黃黃的對不對 你最好不要只是太陽 不過 基本上太陽的光 你不管是直接的經驗 或者 聽說讀寫的 大概是在 黃光的波段 那 是同樣的 它的 最多量的光子 的確 那這就是一個蠻大的巧合 就是說 太陽的頻譜 它最強的部分 還真的就是在 我們所熟悉的可見光 所以一個黑 太陽如果作為一個黑體 它表面大概5500度左右 所以的確就是放黃光的 那前面都講的紅色 我們講說紅巨星 漲得很大以後 表面溫度下降 所以它是偏紅色 所以是叫紅巨星 那我們大概只提過 嘴巴提過一次 文字可能打出一句 就是 有另外的生命期很短的 叫做藍巨星 那它的表面溫度就很高 1萬度左右 那會是偏藍光的 所以我想 只是解釋這一個 HNU跟KT的關聯 溫度越高的 它的峰值 它的強度 它的最多量的光子出來的 是跟 是成正比的 所以呢 這個測量如果量到2.725度K 哇 對不起 是正口價 就是度K 2.725K K的峰值的時候 那 應該說它的峰值可以量的很準 大概 那個 0.2公分左右 160Ghz 那當然 之前 我們就已經知道 大概在 那個 前面這一個 這個時候就已經知道 它大概是3度K左右 我記得在1960年代 這個東西開始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都叫做 3度K黑體輻射 那時候真的叫度啊 沒有人講說什麼 是Kelvin不可以寫度 懂嗎 我從小讀的就是 3度K黑體輻射 後來變成 2.7度K黑體輻射 後來變成 2.73度K黑體輻射 那 可是我們 好吧 尊重這個 工學院的嚴謹 希望他們 到橋鋪路的時候 更嚴謹一點 是吧 2.725K 2.725K 2.725Kelvin 那所以 在1965年左右 我們就已經知道 差不多是 3K黑體輻射 所以就是微波的波段 當初見的就是 微波的波段 那事實上 當初理論家已經 預測說 宇宙大爆炸以後 到我們現在 看起來就是 5度10度K 上下 那所以一路走來 到現在是 2.725K 所以你看 這邊他們的一個 招牌標記 就把這個黑體輻射的 曲線畫進來 這個是他們的偵測器 對不對 Coby 唸成Coby 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你現在知道 Background 就是這個背景 那為什麼叫背景浮射呢 我們身處宇宙 有很多星 有很多星系 所以到處都有光子 可是這個光子 這邊所偵測到的這個微波 是非常特別的 它在所有的方向都有 是從更古出來的 不是某一個星系 在某一個時刻 某一顆星星所發出來的 這個是大爆炸 我們如果再回去看 哦 這邊有寫啊 這個是 我們現在就可以觀測的 那個大爆炸 那個光的余暉 那 那 這為什麼寫2.7K Universe is old呢 你看宇宙大爆炸的產生 它原來是個 在我們現在這邊寫的是一個singularity 是一個超熱的東西 那 真正超熱我們是無法處理 接近那個奇異點是 物理學無法探討 那可是到一定的溫度 它再往後膨脹發展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用 我們等一下會 今天應該會看到 物理學來探討的 那可是這一團火球啊 不斷的膨脹 它就在降溫 那這個叫做絕熱降溫 沒有關係啦 我們絕熱膨脹的降溫啊 所以 當初人們就是一個互動啊 就觀測思考計算 那 漸漸出現的 包括當我們已經知道 推測說 光是銀河的年齡就100億年了 所以宇宙很老 那以這樣的時間尺度的話 這個原來大爆炸的那個火球 所發出的那個 原來是超熱的光子 可是 你看啊 這個我們前面不是講說 我們上禮拜講 今天沒有再重新講啦 你可以把這個爆炸 想成說是整個空間炸出來 不是星系炸出來 空間炸出來 在這個空間裡星系發展 所以原來那個很小一點的那個火球 膨脹出來以後 你可以講它總能量不變 可是因著它在這個極速膨脹的緣故 波長拉長 所以變成微波的波長 聽懂沒有 不完全懂沒有關係啦 那只是它真的是一個餘溫 就是說整個宇宙在 越接近奇異點 它的溫度就越高 那太高的我們無法想像 那到很高的溫度 可是可以想像的溫度之後 宇宙還在不斷的膨脹 那這個膨脹就導致 那這個輻射出來的這些波呢 它的溫度在下降 那溫度在下降 根據前面這邊所寫的 如果宇宙溫度在下降 它波長的峰值就會下降 所以這一切都是這樣符合的 那原本你看這個 當然還好這個時候 那個哈勃早就過世多年了 已經過世半個世紀了 在2006年給的諾貝爾獎 他不是心裡實在是很生氣嗎 是不是 讓你可以有這種想法 讓你有動機去做這些觀測的 豈不是哈勃定律嗎 那可是這兩位人兄 卻可以對諾貝爾講 那當然我想這個 我希望你體會到就是說 特別我們前面引了一段 這個 Glamatta 所寫的這個 帶著詩意 甚至帶著一點 我當詩意就是有點 常常有點惆悵嘛 就是這些以逝去的燦爛是無法再回來了 溫度沒有辦法再回來 可是餘溫還在 餘溫還在 餘溫還在 所以我們回看過去的話 這個我前面都已經大致講過了 一切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一切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回推回去 越有推回去 就壓縮到一個超高密度 超高溫度 最後回到那個奇異點 Singularity 是不是有點 以宇宙初始來講 如果不把這什麼諾貝爾獎得主的照片打 你說這個 真的是科幻 對不對 你在騙我 呃 全盟已經用嘴巴 肢體動作解釋了 宇宙膨脹冷卻且稀釋了背景輻射 叫背景的理由就是因為它是無所不在的 那它不是當下發的 它是宇宙初始的那個光 因著膨脹降溫 而在微波被你觀察的 就是宇宙的膨脹拉長了這些波動的波長 本來是非常高頻的 可是因著膨脹把它的溫度拉下來 把它的波長拉長了 所以啊 這個背景輻射 你若只看 Background radiation聽起來很無聊 那可是 對知道的人來講 這個背景輻射就是超級有聊 因為呢 人類 包括我們講演化論等等 還這樣嘛 真正吸引人的東西之一 就是起源 那所以 有人這麼講 包括這兩位 他說這個就像是在看上帝的臉 的類比 上帝的手指的工作 因為這是從創造的起頭一直到現在 所以創造的餘灰仍舊圍繞 那原來空間就是從那一點發展出來的 那所以這個之外沒有空間 所以事實上這些 這個創造的餘灰 還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可以當作是一個密閉系統 那關於這一點有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算不算先入前出 不過希望讓你感受到 這個 真的回到 起初的原始了 那這個還沒有完 那個 他們這個實驗大概1990年代的 那我記得90年代的時候 他們結果出來的時候也是蠻震撼的 就是這樣子的測量 那你看從這邊的測量 到這個測量 還沒有真正解釋 包括這個曲線 我們這兩堂無法解釋 只是呢這個 Coby的這個探測器的實驗 有一個接續者 原本叫MAP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 那不等向性 那這個 這個我沒有辦法在這裡解釋 後來加一個人名 叫做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 叫做WMAP 他通常簡稱叫做 WMAP 這個叫做Coby WMAP這個實驗是2001年發射的 那你看這個軌跡的話 它藉著月球跟地球之間的互動 從地球發射以後 它就漸漸繞幾圈 然後通過應該是這樣 這樣漸漸繞 應該是這樣子繞 繞到這裡以後 它拉到月球那裡去 然後像一個彈射一樣 彈到這個L2這個點 Lagrange 2 point 你記得Lagrange 2就是什麼呢 這個是引力的核心太陽 這個是地球之所在 地球在繞著太陽公轉 那L2這個點 太陽地球L2連成條線 看到它是一起跟著地球轉 這個我們已經解釋過了 它不是完全在L2這個點 它沿著L2在這樣子的繞 我們來看這三個偵測器的比較 1965年這個德諾貝爾講的 其實偵測到的就是雜音而已 可是到Kobe偵測器的話 它可以做一個Mapping 那我們只看這個圖的話 從Kobe到WMap 這個這邊顯然出現很多 比較精細的 我不敢講結構啦 只是精細的測量 所以WMap 我忘了這個是跟Kobe比 還是應該是跟Kobe比吧 靈敏度45倍 解像力33倍 好 然後這個圖就這樣丟給你了 那我先要問你 這個是什麼 有沒有要當下回答 這邊這個顏色不是溫度啊 這是一個強度 不是 對不起 事實上是溫度啦 是在2.725K的溫度 紅 我忘了哪一個是哪一個啦 我想應該是憑感覺了 偏紅的是比2.725K熱 偏藍的是比2.725K冷 OK 那我們還會慢慢一步步解釋 那這個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可以推論 有沒有人可以猜測 兩秒鐘 猜贏 蛤 你是因為知道呢 還是什麼 他離我們很近 而且很大一點 OK 那這算是推論 不過我們再稍微解釋一下 你可能看過像這樣子一個全球的圖 那我們這種投影學等等 我們不真正解釋啦 那這個這樣子的投影的話 跟那個最傳統的那個 Mekater的投影 什麼蘇聯啊 格林蘭都變得超大的那一種 這個幾乎是保持真正對等的大小 好 我只解釋到這個地步 那所以這是全地球的圖 所以赤道在這裡 南北極也是這樣子 那我前面介紹過全天球的圖 跟這個投影法是不一樣的 那個是從我們自己所 不是我們自己所 以地球為為為為為著眼點 那所以地球的赤道平面來做投影的 可這個不是了 現在這個投影是 以銀河平面當赤道 來做的投影 所以呢 這個是銀河盤面 那前面那個投影也講的 當然我先 原本的話是 要藉著投影的概念 再導演你一次 可這個投影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2-degree field survey 那個投影法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是以天上本身做核心 那天上有一個 離我們最近最強的那個 譬如電波源 就是銀河 其實所有的光線 的確除了太陽之外 因為它離我們最近 所有的光線 最強的總核而言 就是銀河 所以銀河有很大的那個電波 那所以即使是在那個 1965年的這個 第一次的諾貝爾獎的發現 銀河的盤面還是看得到的 還是聽得到的 這是叫聽還叫看 這個是解釋 只是一個解釋的問題而已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三次不同的測量 有非常大的進展 那我們要來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進展 Sorry 在解釋之前 這個圖我們已經打過 我們解釋過Herschel 對不對 作為一個 那個 這個長波的遠紅外線的那個 那個望遠鏡 可是 將近 一年前所發射的 這個火箭叫做 亞利安 王王的幾號 反正 呃 載具了 那 當初 五月 又將近一年前發射的這個 送上去的 除了Herschel 是比較傳統型的太空望遠鏡之外 還有一個是 Planck 那Planck呢 Planck先知道了 對不對 那黑體輻射那個傢伙的企圖就是Planck 所以這邊要用到黑體輻射 所以以他命名 那這個 這一個偵測器是 Kobe 跟WMAP的接續者 你看2009年發射嘛 對不對 WMAP是2001年發射 Kobe是1990年左右 我沒有去查到那麼精確 1990年左右發射 所以啊 宇宙微波背景 輻射 這個觀測 還在發展中 這當然不稀奇嘛 因為 不是講嗎 呃 我其實他不用回來了 我們這個多多少少在看上帝的臉 當這是有點點 會議 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解釋 什麼會議法 好 所以這個是WMAP的象徵圖 所以這個 嗯 這個Planck呢 已經到位一年了 那可是結果的分析 還要一段時間 上WMAP的最新結果 現在還在被分析中啊 所以未來十年 這個宇宙背景輻射 還會再進步 那我們現在稍微跳開一下 回來談 既然談到起初了 我們在講那個太陽為什麼放光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要了解 太陽的 那個構成 成分 它的那個 呃 不同的元素 它的那個 量的多寡 究竟怎麼解釋 留下一個尾巴說 氫跟氦是大爆炸產生的 好 那我們就要來稍微解釋一下 就我們所知 就是說我們整個的那個圖像是非常自洽的 呃 大概從那個奇異點出發 在三分鐘之內 那什麼叫做奇異點之後的三分鐘 你可以問啊 不過沒有關係 這是比較像直觀的 我們現在的鐘來量的 宇宙出始之後三分鐘之內 氫跟氦是在那個階段產生的 那這個量大 刀的話量非常少 那我們先來稍微解釋一下 嗯 合成的反應是像這個樣子 嗯 呃 子子跟中子相遇 子子就是氫了 啊 子子中子跟相遇 可以產生刀 那我們觀測到的 Duterium刀啦 刀就是叫做重氫啊 就是它 化學上講是氫 可是它的原子核多一個中子 那在這個宇宙中看起來是萬分之一 不是很多 可是當然也不少了啊 它如果再遇到一個 oh sorry 再遇到一個 再 回了回了嗎 再遇到一個中子 它可以產生川啊 那這還是氫啊 只是看川 英文的Tri Tritium 啊 中文的川三化啊 都是表示說 這個原子核有三單位的質量數啊 所以它是氫的化學性質 可是它的原子核裡面多兩顆中子 那川再遇到一個質子 就可以形成一個超級穩定的氦原子核 我們曾經提過 氦是非常穩定的原子核 我不可能在這裡解釋了啊 所以 氦因為穩定 所以你把氦產生出來以後 除非溫度很高 不容易改變它 所以氦的含量 呃 即使是我們的太陽啊 是它的核心的氫在燒成氦 可是它的外面的氫跟氦的比率就是這樣 那個氦佔百分之二十三 那我們放眼望去 雲氣裡面 其他的星基本上都維持這種 宇宙初始的比率 那你要問說原始的氫是從哪裡來的 呃 我把這個問題現在消掉啊 你說 欸老師這個不只是原始的氫啊 你這邊說提到中子 這怎麼回事呢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是理解的 你要退一步說 我曾經很含蓄的說 我們已經了解 紫子中子原子核 再往深層看 就是你可能聽過的 夸克 膠子什麼什麼的啊 那所以 在更熱的時候 紫子跟中子也會化掉 是夸克 跟膠子的一個濃湯 那可是你把那個溫度降低的時候 那個夸克中子 夸克跟膠子的濃湯就會凝結成 紫子跟中子 所以紫子跟中子會產生出來 也是可算的 那我們在這裡就沒有去提 所以紫子中子作為 呃 夸克湯 凝結以後的凝結物 就是紫子跟中子 好吧 所以原始的氫是從哪裡來 就是剛才講的過程 可是現在這個命題是 還有更深刻的一部分 氫在我們的宇宙 佔絕大多數 這是怎麼回事 那這次又回到一個 我們講的說 宇宙是不是 是不是輕生命的啊 我想用一個比方 一個瓦斯的氣爆 它是一瞬間 對一點火就全部燒光 那水才會爆炸 那你如果在場的話 你可能頭髮會被 一刻就燒光 你臉會變黑 可能皮膚也會燒焦 看那個氣爆的程度 那再往上推核爆對不對 你整個就就就就就 就蒸發掉了 你如果在在那個爆點的話 那大爆炸既然是一個大爆炸 那是一個原始的非常熱的 那說那氫既然是原料 我如果以點火來講 一瓶發了 那為什麼不會全部燒掉 這個問題究竟算不算深刻 那我剛用一個類比的角度 那所以這就又很微妙了 其實原始的那個Gamov 是希望說 我們曾經提的時候 約略提過 書本上也有再稍微多講幾句 Gamov在討論大爆炸理論的時候 他原始是希望也預測說 我們看到的所有的物質成分 都是大爆炸而來 那我們後來知道不是嗎 包括有提考記都是那樣子的 就是我們能夠坐在這裡 都是宇宙運行 有星星有星系的結果 所以這個問題就開始深刻起來了 那氫為什麼沒有燒掉 那基本上人們就是 就是原來Gamov希望宇宙 這麼熱的時候 把氫就燒成了害 是燒成了害 他這個想法 這是剩下的尾巴在這裡 可是沒有在原始宇宙 燒到害以上 有啦有一點點的離啦 比那個再重的 他來不及燒 因為宇宙初始的膨脹 那個爆炸太快了 一下就炸開了 那雖然溫度很高 可是還來不及反應 所以謝天謝地 如果那個膨脹慢一點 就是那個熱度維持的 在相對的空間裡面 熱度維持久一點 我們可能 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太陽就沒了 因為太陽的那個 100億年是靠那個氫為主 否則的話 整個星球的發展又改觀 所以這個宇宙膨脹的方式 這邊講的簡單的講說 宇宙熱度維持久一點 它起初那個很熱的時候 體積很小的時候 如果那個熱度維持久一點 那是個爐子啊 那爐子就把燃料就燒光了嘛 是吧 而且會爆炸式的嘛 沒有發生 那這個是溫度啊 像一個爐子 一個密閉的爐子的那個概念 還有一點更細微的 是反應速力 就剛講那個爆炸那一點啊 是那個化學反應 它是不是可以一點火就 一整片就全部點燃 那個跟反應速率有關 所以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謝天謝地 我們的宇宙 維持了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當你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講說宇宙是不是輕生命的 一切你所看到的都不是偶然發生的 太陽可以在那裡 原始的青蟲哪裡來 有兩個層面的問題 是吧 那原來這邊講的這個細微的 不管是這個熱的動力學 或反應速率的 非平衡反應的這個動力學 合在一起 維持了原始的氫 我們才有主要的心體 是在燃燒氫 燃料流下來 沒有一開始起初就燒光 這一點希望你聽懂了 不那麼複雜 可是有它的深刻性 所以呢 原始的氫是原始的 就是大爆炸的 直接的啊 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 垮克膠質的那個濃湯 它沉澱出來就是氫 跟中子 那氦燒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有23% 跟氦很穩定有關 一旦燒成氦它回不去的 那再往下燒這邊寫的細微 它燒不 沒有足夠時間再往下燒 那這個 刀呢 是一個像是一個 中間的催化反應 中間過程 那 因為它沒有特別穩定 所以比率蠻低的 那極少的離 那這就可以猜想了啊 所謂的熱度維持久一點 反應速率快一點 那特別是反應速率快一點 就跟這些核反應有關係 那核反應是我們現在就可以測量的 所以有一個 這個理論叫做 Big Bang Nucleosynthesis 大爆炸核核成 核子核成 不是核核 原子核核成 應該嚴格講是大爆炸原子核核成 那這個理論是 一方面要看這個大爆炸它的空間炸出來 那個反應那個溫度 另外一方面更重點的是各種核子反應的反應速率 那如果講目前所看到的觀測結果這些濃度 是維持一個很清楚的自洽的體系 那這個反應速率這一點都還有一些可以繼續改進繼續做實驗等等 所以這個還不是一個結束的理論 那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大致理解 所以有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其實好幾個頭影片提到了 一個是上帝的臉 當然這是一個euphemism 我們說宇宙從大爆炸以來 我們看到了它臉的光輝 那雖然那個光輝是你肉眼看不見的 是0.2公分的波長的微波為主 那這邊什麼呢 原來太陽之所以可以為太陽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這個氫跟氦的濃度 是這邊背後複雜的 Big Bang Nucleosynthesis 以及宇宙初始的發展 種種的條件的組合 我們才有清 有沒有問題 沒有讓我們往下走 那所以我們現在對這個大爆炸宇宙論 用宇宙論啊 我可以叫宇宙學了 可是既然我們不叫演化學 我們通常叫演化論 我記得我在第一堂課就有說明這一點 所以我還是覺得 宇宙論聽起來比較高檔 宇宙學就只是某個學問 可是宇宙論好像像是倫語級的 我這樣胡說一通啊 我不知道倫語的倫是什麼意思 我已經忘了 所以就我們現在所了解的 宇宙的初始 那要形成至少 十的七十八次方 這什麼意思啊 反正就是七十八個零 你有一塊錢 後面加七十八個零 你想想看 遠遠超過地上 目前可以有的財富 即使是用 不管你有哪一個單位的錢幣 十的七十八 那如果有十的七十八次方個原子 那事實上光子的數目 是大很多 每一顆原子 有二十億倍的光子 這個我們在第一堂課也 第一第二堂課 還是什麼時候也約略提過 這也是我研究的題材的最高目標啦 就是解釋這個事情 好 浮面的講不難理解 理由就是因為 現在那個光子 那個背景的余輝 都是在0.2公分波長 那0.2公分波長是波長非常長的 所以那個H nu是很低的 OK 所以每顆光子所帶的能量 遠遠小於一顆原子所帶的總能量 所以這個是表面上看就是這樣 可是背後有個很大的問題 好吧 我們來介紹一個 這邊讓他再稍微走一次 就是 從早期的赤熱 還有另外的 不怎麼熱的東西留下來 是真正的暗的 它不發光的 所以這邊寫了一堆話 那我們要探討的是這一個 跟重力吸引有關的 可是暗物質的這個發現 漸漸浮現 大概也有七八十年歷史了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最早期是純粹從天文物理的觀測而來 那那個驚奇跟神秘 令人覺得是科幻 我想 從上一堂開始 那包括電機系的同學 都有點要來 challenge 說你在那邊是不是鐵口直斷 其實是胡說八道 這就是宇宙學 懂我意思嗎 聽你講 什麼宇宙大爆炸產生 好像你什麼都知道 你那時候還是 一百三十七億年前 你還在場觀察 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那所以 暗物質這個概念 開始浮現出來的時候 人們不只是說驚奇神秘 根本就不信了 譬如說我 即使是二三十年前 面對天文學家所講的暗物質 還是持類似的態度 這個 我怎麼不知道是你 因為你對 這個 廣大的天文現象 掌握不夠 所以跟我 搞出了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剩下十五分鐘 希望至少介紹 這個驚奇跟走向神秘 我把老愛都搬出來了 老愛大概沒有關切暗物質的問題 暗物質的概念 在他的時代 他死前已經有 等於會看到年代的 可是他沒有關切這個問題 可是老愛之後 人們越來越相信這個宇宙 是有暗物質的 有多重的指向說 宇宙大爆炸 不只產生了原子光子 還有暗物質 那 非常的mysterious 那時候班尚藝斯坦是說 當你越來越看到說 他終於浮現 好像揮之不去 好像真的在那裡 神秘 對不對 暗物質 我應該再打出一個那個吧 大家都 雖然你們很年輕 可是至少看過 Star Wars 對不對 那個Darth Vader 那個照子 黑黑的 對不對 暗物質給人那種感覺 對不對 我應該把那個 以後就把那個打出來 Darth Vader的 照子 mysterious 那當然因為暗的確為什麼扯出 Darth Vader呢 Darkness 令人 想到不大光明 想到黑暗 是不是 好吧我們再往下走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 所謂的暗物質的證據 從天文物理學是怎麼出現的 那這個東西 我們不用再多解釋了 所以這個白白的這些軌道部分 就是到達火星為止 所以我們的地球 這邊藍色的這個星球 我們講的距離太陽 一億五千萬公里 你可以很簡單去算 繞日的速度 不是我們一年繞一圈嘛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就算出來 每秒三十公里 每秒三十公里是很快的 你每秒走一公尺 上下 最快的噴射機是 每一小時走 不是 商用噴射機 一千公里 這是每秒走三十公里 因為它一年要繞 這個半徑為 一億五千萬公里的這個 類似圓形 一年要繞完一圈 好這個只是知識 那另外的知識是什麼呢 譬如說你到那個冥王星的軌道 大概五十九億公里 這個講不完全對了 因為冥王星的軌道 是還蠻椭圓的 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不知道介紹那個重點 反正它 你如果去看的話 你如果去看數字 你會發現 越往外的行星啊 它的周期越長 原來以為說 因為它軌道半徑很大嘛 不只是 它軌道半徑大 而且它還速度慢 為什麼速度慢呢 我想 這個用你們 應該算是 無論如何都學過的 那個引力 萬有引力 萬都把它平方 既然它距離遠嘛 所以它受太陽的引力 是比地球小的 那你又知道說 引力也則像是太陽拉一根繩子 扇著這個 這個冥王星 或地球也一樣 你就想說引力在扇著繩子 那你不需要知道什麼作用力 反作用力啊什麼什麼的 你就用一個你比較 從小學過的一定的直觀 以及像你甩這樣東西的時候的感覺 一個東西你為什麼拉著繩子這樣轉呢 為什麼 因為它是想要飛走 所以 一個被你繩子拴住的 它 你用繩子拉住它 可是它 它在轉的時候 那個速度 導致在那個軌道 它有一個離心力 離心力跟那個 你拉它的力平衡了 它就維持固定的圈圈在那裡轉 那現在那個繩子就是萬有引力 所以 冥王星就在那樣繞 那我已經知道說 冥王星的那個引力大小 因為遠 所以是變小的 那那個 離心力是跟那個速度的平方成反比 陳正比 Sorry 所以我需要的離心力小了 我那繩子的那個離心力那個張力小了 所以它的速度就變慢 這個你也 你如果拿很距離 你去這樣繞的話 跟一個距離很長的 你一定是慢慢的繞了 絕對你還要很快的繞的話 你的力道要很大才行 你要讓它跑得很快 好啦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直觀的解釋說 嗯 冥王星離太陽比地球遠得多 所以它跑的速度就慢了很多 那倒過來 如果我們去觀測冥王星 它離太陽遠很多 可是它跑的速度不比地球繞太陽慢 那之前就得到一個結論什麼呢 有太陽之外的引力在拉它 聽懂這個邏輯沒有 我們現在放眼望去的話 整個太陽系 主要的質量就在太陽 木星是太陽大概千分之一左右 土星在小一些 所以呢 絕大多數太陽系的質量就是在太陽 那所以剛剛根據平方反比例 如果冥王星去離遠 它瘦的引力就小 那我用那個陳述跟邏輯說 它跑的速度慢 是因為 假定我想那個引力變弱了的話 它要維持軌道運行速度 不需要像地球那麼快 你需要你聽懂的 文字寫在這裡 反之如果我觀測到冥王星的速度 大過前述所講的 就表示在這個軌道半徑之內 還有別的東西在拉它 了解嗎 那這個是一個比方 因為太陽系不是這樣 我們剛剛已經解釋了太陽系 可是我們去觀測我們自己的銀河系的時候 這個圖我們已經秀過了 這個是核心 那這一顆一顆的心 以及當中的雲氣 是我們可以去觀測的 所以這邊這個虛線的圖 是說我們根據我們所觀測到的 那這就是原來人們可以去質疑的點 根據我們所觀測到的星球 星雲、雲氣的分佈 我們預計說這個懸臂 我們沿著這個懸臂往外跑的話 它的速度會隨著距離 會這樣小下來 就跟前面的那個解釋 這個比方解釋的道理一樣 我們根據所看到的物質 算它的總質量 在那個距離根據萬有引力 就可以講說它的拉力是若干 那我們根據所看到的推測 我們所謂的旋轉曲線應該是向虛線的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這邊轉的速度跟太陽在一半的距離 轉的不到不到一半了 差不多這樣的位置了 速度並沒有變慢 外圍一樣的速度在轉 那所以根據這邊講的第二段話 人們就最早這個是 在那個上個世紀前半段就已經開始有人在推論的 到上個世紀的後半段 越來越像 雖然一般的物理學家都還在心懷質疑 就是所謂旋轉曲線問題 銀河系好像它的外圍轉得太快了 如果物理學定律不變的話 就表示有看不見的東西 它是有質量的 不是聽起來很像鬼話嗎 是吧 騙人嗎 那不只是這樣 各種波段都這樣偵測 你往外看 其他的各個星系有類比的現象 就是它的轉速沒有誰的距離減少 就是像這樣子一個旋轉曲線的這個現象 是一個普世的 Universal的 結論就是什麼呢 既然本銀河系 放眼看去的銀河系 你能做觀測的時候 它外圍的轉速沒有變慢 那是違反了這邊這個虛線的曲線 所以邏輯的結論就是 你往外跑的時候 它裡面還有一些東西是你看不到的 那個質量是額外的 所以這邊黃色的框框寫著什麼呢 星系像本銀河系 是埋在一個比這整個你看到的質量 重幾倍大上幾倍的一個暗的暈 裡面的 那我們可以叫做星系暈 那再往更大範圍看 星系蟲也有相同的現象 星系蟲也在彼此轉 可是好像這些星系蟲 彼此有重力影響的時候 也是一樣有這些旋轉曲線的問題 所以早在1930年代 這個瑞士後來移民美國的這個Fritz Vicky 就提出過這樣子更大角度更大範圍的想法 那所以這個事情是很有歷史遠遠流長的 那你如果有確實買這個書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書的那個外皮的封面 是像這樣的照片 那我把那個原始的照片給你抓來的話 是叫做那這個是一個Hubble 這個也不是Hubble 是Hubble照的啦 可是很難得的還把人民打上去 Hubble Space Telescope的Advanced Camera Survey 照的這個所謂Galaxy Cluster Arbel 1689 那書引為封面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重力臨近的一個確證 那這個在1930年代 Zvicky就指出了 他說如果有這個暗暗的東西 你如果很討厭我 Zvicky長得不大令人討喜了 你如果很討厭我說 我說這個好像這個宇宙中 瀰漫著一些看不見的東西 它是質量比看得見的大好幾倍 那我再怎麼樣它看不見 那你拿這個來攻擊我 可是有一個東西是 因為我已經引用了它的重力對不對 所以引用重力有另外一點 就是所謂的重力臨近 好吧我想我們先來看這個物證 再回過頭來看這個 Zvicky的Argument 怎麼在這裡看起來 像是一個自洽的實證 你看到有沒有這邊像是一條線 彎彎的 我在這邊用這個虛線給你標出來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心細蟲 你再仔細去看的話 好像周圍都像是圈圈 你去端詳的話 那這個很像什麼呢 你如果拿一個球狀的 或者一般那種圓形的臨近的話 你往桌上一放 那下面都會有那個球狀的構造 就好像這個 這一個心細蟲的重力 使得它背後 假定這是背後的一個光的話 它從不同的角度進來 會有相同的偏折 我就得到一個這個影像的概念 就跟我們平常透過一個彎曲的 就不會看到一個臨近 那不是臨近 一個透近 很類似啦 好 所以這個 我如果只看這一個的話 就說好 這個是重力臨近的確診 就是我當正嘴巴講 只是我標出來幫你看的 你看到說好像這邊 有一團圓圓的東西 那我說這是 Rbio 1689 超心細蟲 心細蟲 好像它有了 不是好像 我可以去 進一步確診 它有一個重力臨近的現象 這團圓圓圓 它的重力把空間扭曲了 光通過它的時候 就像一個透鏡一樣 就如果這個 這個心細團 那背後有一個點光源 它通過的時候 我在這裡觀測 這個點光源的光通過它的時候 轉彎 那所以這裡過來也這樣 所以我同一個點光源 可能看到 它從這裡出現 也從這裡出現 這是我可以去追查的 好 這個是物證 可是妙處就在於 我在這裡可以去看 這個心細蟲 在這個位置造成偏移的 這個可見的光的 了解它的各個心細發的光 對不對 sorry 這剛才應該打出來的 你去做了研究以後 發現呢 質量不夠 可見的這個心細蟲 質量不夠 可是你要知道 那你可以說有沒有雲氣 不管是發光的心細 不管是發光的心細 或者前啊 後的那個雲氣 都是可以借光譜學去探討它存不存在 OK 那所以左看右看就是發現 這個是重力臨近 沒有問題 可是呢 質量不夠 而且差個十倍五倍 那五倍十倍的質量 要額外放在這裡 所以呢 這是原來在1930年代 Vicky就指出的 他那時候初步探討說 心細蟲好像有這個 剛才講的轉速問題 那他就已經提出說 根據安閃的重力理論 應該可以藉著重力臨近 來檢驗這個額外需要的 讓轉速往外加強的 不減弱的 這一個額外的質量 是可以藉著重力本身來檢驗 有沒有像玄學 可是這個是 怎麼講 就是我們拼湊一個圖像 它就不斷的浮現 揮之不去 所以在這裡寫說 暗物質是今日天文學的頭號問題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一次啊 又加上說 這個是物理學的問題 也排在很前面 因為都圍繞著這個 就是這個 Einstein的廣義相對論 這個是天文學家自己寫的 說暗物質 我們這個看不見的部分 可是有一點點摸得著 就是藉著重力 那首先已經講了兩個重力的理由 兩個是很不同的 那個 我們如果看這個 這個旋轉曲線的部分 這個幾乎就是牛頓力學 牛頓引力學而已 跟廣義相對論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純粹是一個 我們講拉線 那個力的平衡 那很廣泛的一個很久的偵測 那這裡呢 不是牛頓的萬用引力 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重力理論 那所以是兩個十分不同 雖然都圍繞著引力的事情 好吧我想接下來的恐怕是沒有辦法 一時講解清楚 看大家有沒有 就今天有好幾個重大的議題 如果回顧重大議題的話 且不只是發現 宇宙好像是大爆炸產生 對了我要 我想看那個 剛剛有一點什麼要講的 記得是這個 好吧算了想不起來了 一個是這個 創造的餘暉的思考發現等等的過程 我說這個是上帝的臉 臉的溫度到現在 一個是我們大致解釋了 氫跟氦 存留至今 使得我們可以有 包括我們自己的太陽的星球 這一個重大的事情 跟大爆炸宇宙產生的關聯性 那第三個是我們初步引入了 暗物質的還不能叫發現 推論說這個宇宙中有 另外的東西從大爆炸存留下來 有問題可以先來問或者到前面來問 谢谢大家